大家还过得还不错吗 我们那种多少人还已经预备好礼拜一要看到 Eagles defeat the New England Patriot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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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he true prophets in the house OK, good 好, anyways,我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 我要来,很高兴来到这边 好像我平常都不来这边感觉 我很高兴有这个荣幸来介绍 我们今天特别的外景的教员 他是Steve Dickson是在Brisbane 澳洲的Brisbane负责九间Hillsong的教会 你可以想象负责九间教会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吗 我只负责一个事工 我今天觉得还蛮多事情 但是他是负责九间不同Hillsong的教会 在他的生涯的当中 他曾经建立一个在西班牙建立一个五间不同的教会 他都会建立一个教会 让那个教会成长到大概五六百个人 他就交给另外一个人 他就再去建立另外一个教会 然后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 加入在Hillsong的里面 像是他们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领袖 也是带领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 那他这一次我们特别有邀请到 他可以来到台湾来对我们的团队 过去四天的时间 跟我们的团队做很多的训练 很多的教导 所以我们非常的兴奋 他这个礼拜有一个机会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他在他一年的当中其实只有四个礼拜天可以不在他们的教会 那通常不在他的教会 他都不需要是在另外一个Hillsong的教会 可能在欧洲可能在别的地方 但他却愿意这样 这个今年才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他的Quota给用完 就来到我们台湾 不仅是这个礼拜帮我们做训练 但是今天可以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分享 刚刚我们在FX的时候 他也是讲个非常好的一个讲道 非常的激励我们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你预备好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站起来 我们要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 Pastor Steve Dixon from Brisbane, Hillsong 非常好 我不知道他刚刚说了什么 但是当中应该有一些是真的 之前我接到他的方式 他听完就觉得我好想遇到这个人 这个人听得太棒了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台湾 我的妻子她是马来西亚的华语 她非常嫉妒我今天可以来到这 我才来了四天我已经吃到爆的感觉 但是我非常的喜欢 你在我家如果不加辣椒的话 我就觉得这不是真的食物 台湾有很多好吃的食物 我四天前刚来到台湾之后 细的像一根吸管 但是现在已经感觉到肥 大家可以请坐 我也要特别来感谢我们的主任牧师 欧牧师还有新人牧师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站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也不知道Peter在哪里 但是不管Peter在哪里 我也要来尊容他 你知道我很喜欢在夜店里面做教会 因为我不是从小在家会长大的 我的爸爸他以前就是开夜店的 我11岁的时候 他说有一天儿子 你会在这个夜店工作 所以那是我从小的梦想 感谢神他有给我另外一个梦想 但是至少我今天可以打电话给他 说爸爸 我完成了你的梦想了 我今天整天都在夜店工作 我看起来像生日老公公 所以我就来发一些礼物吧 因为我去到哪里都想要发礼物 这是Hillsong的奥奥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 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有谁 我们来 不知道怎么发 然后请Chai去帮我们发 如果你想要是新来的话 可以呼应的时候Chai可以拿去给你 你可以选 我们再次欢迎所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 生日快乐 非常地好 我也带来从我们的Hillsong主任牧师 Brian Houston跟我们所有的Hillsong家庭 我们去年这边有办一个Hillsong Network的 所以Hillsong他们也知道神在台湾 跟在这边教会所做的事情 但是我要告诉你才刚开始而已 你才刚刚只是在伸揽腰而已 我们还没有去建立到神 要我们去建立的教会 愿耶稣 还是要透过他的教会 做很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讲的一个信息的主题就是 带着耶稣的名 充满这个城市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符合圣经的教导 如果你是刚来教会 不知道圣经是什么的话 在圣经的旧位里面讲到的是 旧位的历史 讲到以色列 就是神的百姓 但是第二个部分讲到就是 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 所以神采派耶稣基督不仅只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本身就是神 本身就是神 因为当神他要把自己浅献给人的时候 他不是送一个歌 他不是送一本书 他是送他自己 就是神 耶稣基督 所以当耶稣基督他为了 为了我们的最实在实在下上的时候 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就证明他不是只是另外一个宗教领袖而已 就是年死亡全面都要扶在他脚下 因为耶稣他本身就是神 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 讲到就是耶稣基督当代在教会所做的事 讲到就是你跟我一般的百姓 因为耶稣所刚选的门队 他们都是一般的人 可能是渔夫这些人 但是我很喜欢使徒行传 因为在里面我们看到 一般的人活出这个信仰 建立教会 建立这个共同体 然后不断地去增长这个教会 知道这是神给他们的心意 在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有一句话 你会在第五章第28节看到 这边说到 这是当时的 当时城市的领袖 跟教会领袖这样子说 他们说我不是有严严地禁止你们去宣讲这个名 但是你们却把这个道理 把这个名充满了耶路撒冷 因为我要确定我讲到不要讲超过 所以你只要告诉我能讲到什么 我就会在那个时候停下来 所以当时的领袖就告诉教会 你说你把这个名充满了这个城市 我要告诉你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耶稣基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从死里复活 他又启示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说死亡没有全米在他的身上 他们知道说我不是只是为你们死 我要为你们复活 耶稣在那个时候复活 他如今都还是活着 他不是只是过去死的一个历史人物 他今天还在建立他的教会 他也要他的门徒知道说他还是活着 带着意象 带着对百姓的意象 然后他就开始跟他们讲关于这个城市 第一章第四节 他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因为他要他们知道他对百姓的心意 还有对这城市之外的百姓 神对我们的城市也有一个意象 如果你今天是从别的地方来拜访我们的城市 神对你的城市有一个意象 你要有充满着可慕 在瓜里马拉 在瓜里马拉 你知道耶稣当他梦想的时候 他梦想是大的 他是用全心全意来爱他的百姓 当他看到台北这个城市 他不是只是看到在聚会中的教会而已 他是看到在这城市 其他所有的老少妇女 所有的人 他们虽然还不认识这位耶稣 但是神已经爱着他们 他也有一个心对着他们 所以他说你要留在这个城市 直到圣灵浇灌在你的身上 因为圣灵他是应许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要来充满他们的能力 以致他们可以为主做见证 他给他们恩赐 让他们可以生命中结束果子 好像他们生命的宝会师 他可以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那个能力 所以你要在这个城市里 充满了神的大能 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呼召 这个呼召到如今都还是一样 他也告诉他们 你们会在耶稣上 不仅是在这个城市 要超越这个城市 如果我们是按照耶稣的方式 去建立他的教会 我们就会有影响力 不仅在台北 但是从台北出去 所以在台湾所有的乡镇 也进到世界的城市 台北是你的耶路撒冷 他说 他说 待在台北 圣灵要将会在你身上 你会在这个城市 为我做见证 也从这个城市出去 所以接下来所发生的 就是他们留在那里 他们非常的顺服留在那里 结果五旬节来到 圣灵降临 120个被圣灵充满 彼得他就信了两篇道 就几千个人就在当时信主 但你知道他们看到 这么多人信主 他们的奖赏是什么吗 就是他们被关在街脑里面 所以当时的政府官员 就说你必须要 停止讲耶稣的名 他们也跟这些 信主说你不可以再 传讲主的名 但是在使徒学院这边 说了他们 你没有办法停止教会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个信仰对他们太重要了 因为他们看到有很多不同人 开始来到这个城市 他们的信仰不一样 他们说话的方式不一样 他们的态度 他们的做事方式不一样 在第四节说到 这边讲到 就是所有的耶稣都知道 他们行神迹奇事 而且他们没有办法去否论这些事情 然后后来他们又被说你要停止 但他们停不下来 他们被危险 但是他们就停不下来 他们就拒失地祷告 我爱这些人 所以有些基督他们被说你要闭嘴 他们就闭嘴了 他们因为说不可以去教会 他就不去教会 但是耶稣却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阴间的全民也胜不过这个教会 所以他们就不断 不断地在他们称之宣扬主的名 他们也彼此的照顾 在第四章第四十五节 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 这边讲到说那边已经有成千 有成千的信徒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缺乏的 因为他们爱彼此 结果有一个关于两个人的故事 讲到就是 就是当时教会的人 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亚 他们说了一个谎言 他们没有诚心坦然地去面对 但他们却讲了谎言 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子死去 他们被神从教会中挪去 神在透过这个告诉我们说 我的教会是要主人节的教会 在教会里面不可以有任何的谎言 就是神所建议的教会 是充满着百姓 是爱是有 是他们是慷慨的 他们心是纯真的 他们爱的是去饶恕彼此 所以当时的教会就开始 反映出耶稣的样式出来 所以这些人又被关了起来 有多少人想要 志愿要当教会的领袖 宣讲 关 宣讲 关 但是这却停止不了他们 结果我们来到这个境界 所有事情过后 所有这些政府官员 这些不信主的 试着想要阻止这个信息的 停止教会的 他们就这样子说 我们不是告诉你 不可以去讲耶稣的名吗 但是你却带着神的名 充满了耶路撒冷 你知道我们今天的聚会 是非常的安静 但我觉得我在讲道道的时候 耶稣却说你要去讲 你要去讲 因为神要他的教会 充满了神 充满了慷慨 就是神要他们的教会 来显出神的荣耀 神的 所以神要透过教会 来充满在这个城市里面 我们要怎么这样子做 你知道他比了 他宣讲的时候 好几千个人他们相信 我也很喜欢看到他们 一个人 一个一个去照顾 记得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 瘸腿的耶稣 对不起 彼得跟约翰走过 但他们就要爱这个人 关心他为他祷告 他们就说 金跟银我都没有 但是我有的 在我心里面所拥有的 我的信心 这个我可以给你 奉主谁的名 奉耶稣的名 你要起来 你可以看到他们不仅是对成千任的 还是对那一个人 都是在讲耶稣的名 你知道我要给你四个挑战 这就是四件事情 这些教会当时在耶路上所做的 这四件事情当时耶路上的人 他们看见 我今天也要告诉你 在台北 在这个城市 就是如果你可以做这四件事情 这个城市就会看见 也可以听到 真理 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 有一天会临到在这个城市 就是所有的卫性主义 都要相信 都要知道这边是充满耶稣的名 不代表说每一个人都好像要来到这个教会 但是却代表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耶稣是谁 也不可以去否认耶稣是谁 所以这是四件事情 你觉得这是简单的吗 但你觉得是不可能吗 我们一半就说 我不猜 你告诉我答案就好了 你知道第一点很多人就已经做错了 就是耶路上的人 看见一群像耶稣的人 就是这个城市看到一群像耶稣的人 你不要忘记 这些人他们是一般的百姓 他们是没有高等教育的 像渔夫 但对他们来说 却有些是不一样 就总共有三年半的时间 他们跟随着主 就是这些的门徒 在这三年半之后 他们不是完美的 但他们却不一样 他们的心改变 他们的态度有改变 所以当耶稣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还约他们失去了耶稣 但是耶稣还是非常慷慨地对待他们 他说我所关于我的事都是真的 我在这里 我已经胜过了死亡 所以他们学习到另外一个 功课就是当圣灵叫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彼得 之前还有三次不认主 就像已经知道耶稣赦免了他 所以当大家还没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就来到台前就说 我要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开始解释耶稣给这些的人 所以当时的人就被圣灵充满 当时的教会却跟其他的社会都不一样 耶路上人所需要 也是台北所需要 就是一群讲话 说话 看起来像耶稣的人 如果你看到彼得所讲的讲道 跟耶稣之前所宣讲 其两个讲道很多都是一样的 因为对耶稣是重要的 后来对教会也是重要的 他要给他们盼望 教会也要给人盼望 耶稣他解释饶恕是什么 也是去代表出那个饶恕出来 我们也要去不断地去宣言什么叫做饶恕 他们开始讲话像耶稣 他们所看重耶稣所看重的 他们还不是完美的 但他们越来越来像耶稣 他们彼此也更多的饶恕 更多的充满着爱 在菲利比书里面 有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 都要像基督 我也要告诉你 希望你的心态也是像基督 不是为了你 但是是为了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不是只是需要更多的宗教意识 不是只是需要更多的规条 不是只是需要更多的教会 用同样的方式不断地来做教会而已 但是这个教会要看到基督徒 就是一群像基督的人 不是只是接受别人对他们的限制的规范 但是他们却里面就是像耶稣 所以我要再继续讲之前 我要再问你 你有多像耶稣 因为之后我要祷告 我要来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每一天更像耶稣 可是有一些我们感觉比其他更痛苦 但是为了你 为了你的家人 为城市这些痛苦是值得的 但是耶路撒冷也看到一个 对于关怀 一个奉献给予的一个高标准 就当时的人看着教会 就说这些人活的方式真的不一样 他比我们慷慨太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来到教会 来到当时的领袖的面前 他们说这个教会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我对耶稣这个信仰这个关系是最重要的 人可以把我的财产都没收 他可以把我关到监牢里面 我可以是虽然是生病 但是没有人可以把我的信仰给夺走 当他们在职场的时候 对他们的信仰才是最重要 不是只是在教会聚集的时候 他们就彼此的关怀 圣经就告诉我们 当时没有任何人缺乏在他们的中间 他们关怀所有这些需要的人 可能是寡妇 可能是贫穷的 确保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喂饱 每一个人晚上都有一个地方睡 那些孤儿们 那些没有工作的人 他们是真的去关心彼此 爱彼此 他们把他们所有的资源凑在一起 说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其他人看到这群 他们说这些人活的方法 真的是跟我们太不一样了 这样一般人是非常地自私 是非常地自大 自我忠心 他们永远不想帮助别人 只希望别人帮助他们而已 他们只希望他们的职场 去不断地爬那个 自己希望自己有更多的名声 有更多的位置 但是基督活的方式 他们却是不一样 他们却是真实 爱彼此 关心彼此 圣经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真的爱彼此 就是那个无私的那个爱 这个城市就会知道 你是我的门徒 如果你真心去爱彼此的话 你知道大家都会叫我 只有亚洲会叫我 因为在Brisbane 大家就只是叫我 因为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不会只是称一个全职人 就叫他 所以如果我们有人觉得说 哦 我必须要有这个title 我才会有这个被尊荣的话 这是错的想法 我能够被尊荣 只是如果我活出这个样式 但是我的妻子 真的是那个牧师 有35年的时间 我们全职侍奉在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已经 我们有牧会 牧养很多的人 但是像我是负得 9千分堂 有几千个人 所以你会知道 我很难去 可能去医院拜访每一个人 或是每个刚出生的去 去拜访他们 或是他们生命 直接到他们家 所以我们教会有一群 很多都是志工 他们真的去牧养这些人 他们只有一些人是全职的 不大部分人 他们只是被我们训练出来 要去关怀这些人 因为我们希望去关怀 成千上万的人 所以如果 如果在我们教会 听到有一个会友 他准备要开刀 Joyce他就会决定 是谁要去到医院 知道这个开刀是什么时候 我们就会打另外到医院 医院都认识我们 我们就说我们其中一位牧师 他会希望可以去那边 在他开刀之前 为他祷告 所以就会有人去到医院 他们也会在那边 帮助那些家属 跟他们一起祷告 鼓励他们 然后这个人进手术房之前 为他祷告 我希望在Hillsong 每一个人进到手术房之前 他们记得最后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牧者 在为他们祷告 这是一个很多 我们来讲很大的牺牲 但是一个很好的牺牲 你知道这些家属 不是每一个都是在我们教会的 我们就问他们 你们需要食物吗 你们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有些人就问我们 你们要收多少钱 做这么多代价是什么 我们就说我们这样做 不是为了钱 我们这样做 只是因为耶稣 祂会期待我们这样做而已 我们是基督徒 这对我们来讲 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就发现 教会人活出的方式 跟亲爱人活出的方式 非常的不一样 如果我们发现 一个妈妈 她生病在家里面 Joyce decides whether she or someone else should take that responsibility Joyce会决定 是她或是另外一个人 要有这个责任 就去到那个人的家 为她祷告 然后我们还会跟她说 你不需要去想要煮饭 我们会带三天的食物 去到你家 放到你的冰箱 你不需要担心 谁去带小孩 接小孩上课 我们也跟你的先生 聊好说 谁要去帮忙 接小孩去做这些东西 你不要去担心 我们想要为你祷告 就是神还要医治你 但你也不要去担心 其他的东西 因为我们就是应该 要讲彼此的照顾 如果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教会 是彼此 彼此关怀 彼此爱的话 彼此牺牲的话 这个台北 就是会说 这个教会的人 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去照顾那些陌生的 比我们照顾自己家人的孩子好 台北需要看到 真是活出 耶稣基督样式的基督徒 台北需要看到这样的基督徒 第三个 耶路上的不断地看到 福音不断地被彰显出来 耶稣的名字不断地被宣讲出来 彼得每一天 就在那边跟很多人的宣讲 不仅是一次 但是好多次 然后那些可能是瘸腿的 是孤单的 他们也去跟他们讲关于耶稣 跟他们讲关于耶稣 你这边都阻止不了他们 去讲耶稣的名字 当他们把他们抓到 这些官员面前的时候 他们也跟这些官员讲耶稣 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帮助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克制 但我们就必须要讲耶稣的名字 他们后来被下到煎熬里面 你猜他们在煎熬里面 他们还在想谁的名字 他们就在煎熬里面讲耶稣的名字 他们虽然在煎熬里面 但他们的内心确实有自由的 他们特别还在讲耶稣的名字 在第五章告诉我们 第41第42节 这边说他们离开关于耶稣的名字 因为算是佩德为这个名来受辱 他们就每次在店里 在家里 不断的 不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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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训人传讲耶稣是基督 你们在耶稣上没有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阻止 不要听到耶稣的名字 因为当时的教会不停 但你知道在21世纪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在教会里面非常的基督徒 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耶稣的名字 我们去唱这些的诗歌 我们也奉耶稣的名道 因为大家都用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听到讲员讲耶稣的名 但是当我们进到我们的职场 跟那些不信徒的 我们就讲不出来 说到 耶稣 耶稣的名 但是如果耶稣真实改变你生命的话 如果耶稣是真实为你的罪 在世上的话 如果耶稣真的是赐给你生命的目的的话 如果他真的是把你从旧望中拯救出来的话 如果他真的给你恩赐财感 如果他真实是为了你做了这一切 我们也可以牺牲这么一点点 去代表耶稣 在我们的城市 我们不需要成为那些疯子 不是成为那些怪的人 因为这些怪人对我来说 我都觉得他们很怪 就当正常的 你就在一般的谈话中 就可以讲到你的信仰 讲到你去的教会 我们很骄傲来到这个业点来聚会 我们很骄傲 我们是在业点里面来聚会 我们有全教会最美的传道 我们唱的歌都是最好的歌 你对你的信仰 对你的教会 对耶稣是充满的骄傲 我们不是 我们可以当一般的人 但是我们里面充满这个火的来爱神 第四个他们看到的 就看到神的大能 彰显的这个城市 我们必须也要同样的 你要知道在耶路撒冷 是耶稣从那边复活的城市 是当时是五旬节教宁 是圣灵教宁的地方 那些人开始讲起方言 在这个城市 那瘸腿的得医治 他们也在这个城市 被关到街上 但是就神迹式地逃了出来 这些所有事情都在这个城市发生 所以这些非基督徒就开始讲 你有没有听到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还记得那个瘸腿的 每次我们走过去 我们每天都走过他 我看到那个桌子站起来 我说 太夸张了吧 那你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有两个从教会来的人 他们跟他说 你可以给我一点钱 但因为他们是传到的没有钱 但是他们里面充满了更多 就说耶稣的名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做 但是我就说 如果他们有信心 是不是我也该来信这位耶稣 所以我就开始动了一下 我的脚就开始可以动 我就站了起来 所有这些的城市的人 就开始讲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就说 你还记得他们把他们抓到监狼里面 那个台北监所记得吗 但是在台北监所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绝对不会相信 没有人去碰那个门 这个门是锁起来的 里面有大的锁把锁起来 但是却 门 就开了 然后他们就这样走出去 就在那边唱歌 在那边唱歌 有点好开心在那边唱歌 他们本来是会关在家里面 但是却出来 所以大家就开始讲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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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是每个都去教会 但是没有一个人 可以说耶稣不是活着 也没有人可以说 教会不是一个荣耀的地方 他们爱彼此关怀彼此 他们爱耶稣 他们爱他们家里 他们爱他们的城市 所以我要问你 如果你有对台北 有这样的信心的话 如果你要成为 这样的一个教会 我要你现在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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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 属耶稣的名 敬拜 属耶稣的名 我们一起来敬拜 Amen Amen Spirit of God Breathe on your church Pour all your presence Speak through your word We pray in every nation Christ be known Our hope and salvation Christ the Lord Spirit Spirit of God Breathe on your church Pour all your presence Speak through your word We pray in every nation Christ be known We pray in every nation We pray in every nation We pray in every nation Christ be known Our hope and salvation 在我们的当中 在我们的城市 在我们的教会 继续用来 高级主耶稣 We pray in every nation So God we pray to you Humble ourselves again Lord will you hear our cry Lord will you hear our land That every eye will see That every heart will know The one who took our sin The one who died and rose And when your kingdom comes And when your kingdom comes And when our lives to come We'll rise and worship you alone Yeah Spirit of God Breathe on your church Hold on your presence Speak through your word We pray in every nation Christ be known Christ be known Our hope and salvation Christ the Lord Spirit of God Breathe on your church Pull on your presence Speak through your word We pray in every nation Christ be known Our hope and salvation Christ alone Vlog Vlog 帮我们每一个人 闭起我们的眼睛 我来思想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 你从小可能是在教会党长大 但是不管你可能从小在教会长大 或者是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教会 或者是你才刚来到教会 我们要去思想 你在你生命中曾经 不认识神的那个时候 你生命中黑暗的那个时候 为你自己活的那个时候 你去想象在那个时候 你里面是多么的绝望 是多么的害怕 多么被恐惧给充满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今天有这个荣幸 可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 他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他为你和我上了十字架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他不是只是为了你跟我上了十字架而已 他是为了这整个城市 这整个国家 为了所有的人上了十字架 他爱我们每一个人 他爱我们每一个人 但去想象我们之前这样的绝望的时候 神怎么样帮助我们 从这个绝望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去想我们周遭有多少的人 可能是你的家人 可能是你工作上面的朋友们 可能是你的孩子 你的妻子你的丈夫 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 他们还是在这样的绝望里面 神把这个义务放在我们的里面 这些人要如何去听到这个福音 如何要被拯救 不是透过别人 就是透过我们 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把这个福音带到这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这城市如果有任何一个人 还不认识神的话 我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必须要说是我们的责任 把这个福音传给每一个人 你知道曾经有一个人问我说 他说拼人你 起来看到我们的教会成长到多么的大 他说我们教会之前才几个人 现在已经长了 已经好大已经好多了 他说这样子还不够大吗 我说如果我们的城市 还有一个人还不认识神的话 我们的教会就是不够大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有一个人还不认识 不代表我们这个教会要赢得每一个人 但是这城市每一个教会 我们都要被兴起来 来赢得这城市的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将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说神啊 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 那我们真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真的活出祂的样式 带着祂的大能充满这个教会 充满在这个城市里面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 现在这个时候 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 谢谢你 为我们死在世家上 也帮助我们信任永远不会忘记 你所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 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面前 我们相信 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你的时候 你要还给我们的 是一个更美好 更有意义的生命 在这个时候 当我们把生命完全交托给你的时候 被你来使用的时候 我们相信你必须 你必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这个教会 成为这个城市 成为这个世代的一个祝福 感谢赞美你主 充满我们 圣灵充满我们 帮助我们真的是对 那世上的灵魂 有这样的一个火热 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主 帮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我们当时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里面的那个绝望 感谢赞美你主 朋友们 我们继续闭着我们的眼睛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那有多少个人 你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你可能来过教会 可能今天不是你第一次来 你可能一辈子 从小就在教会里面 但是你从来没有说 主啊 我把我生命真实的交托给你 你知道耶稣爱你 祂爱你 祂爱你 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 让祂更多的爱你 你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让祂更少爱你 你过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没有办法 让你与神的爱隔绝 今天你有个机会 可以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 如果你今天想要 把你生命交托给神 我今天要给你一个邀请 是对你 今天是你的special day This is a special day for you 今天是你特别的一点 God wants to come into your life Today 今天耶稣就要进到你的生命中 如果你愿意的话 等一下我数到三的时候 我要邀请你可以把你的手 举起来 然后放到你的心上 如果你愿意邀请这位耶稣 就进到心里面 I see you 我还没开始数去 我已经有了把他们手 放到心上了 You can do that That's fine 继续放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把你生命 交托给神的话 我等一下数到三的时候 我要你把你手举起来 放到你的心上 我要带你做一个祷告 那么做这个祷告的时候 耶稣就要进到你的生命里面 来改变你的生命 今天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一天 从今天开始 你的生命不一样 我不代表说 你今天开始 你的生命会变得好像更简单 但是你的生命会变得不一样 会变得更美好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手到三的时候 把你手举起来 邀请神 耶稣进到你生命里面 一 预备好了吗 二 耶稣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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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如果预备好 把手举起来 放到你 I see you I see you 我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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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放到你的心上 把你手放到你的心上 我要问你 还有吗 举起来之后 就放到你的心上 我要带你来做祷告 我要带你做祷告 我要带你做祷告 好不好 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所有的人在这边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 跟着我们这些新朋友 一起做这个祷告 邀请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 我们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说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来到你面前 我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 谢谢 为了我 为了我 上十字架 我今天 把我生命交托给你 谢谢你 谢谢 不仅是为我的罪而死 不仅是为了我的罪而死 也为了我复活 也为了我 赐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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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把生命完全交托给你 我今天把生命完全交托给你 跟随你 跟随你 谢谢主 谢谢主 我今天不一样 我今天不一样 奉主耶稣基督民修 奉主耶稣基督民修 大家一起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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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大的掌声 拍手 欢迎这些人 主耶稣基督民修 你做了决定 You made a great decision for Jesus today We welcome you Welcome home 欢迎来到神的家里面 今天是你special的一天 是特别的一天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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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wonderful is that 十几年前 当我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生命的时候 我的生命变得不一样 没有变得更简单 但是变得更美丽 主耶稣基督民修 刚做了这个祷告的话 我们有一个decision card 我们有一个绝质卡 在我们的后面 在我们的 对不起 应该是在我们的椅背上面 你可以填写你的资料 放到我们的回应箱的里面 等一下 我们会把这个回应箱收起来 这个礼拜会有人来与你联络 All right 如果你今天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 我们后面有我们的 Welcome center 可以去那边拜访 我们的Welcome center 我们会有同工 会有牧者在那边接待你 如果有任何关于教育的问题 我们今天是有 我们的Word of Knowledge 我们有一些要祷告的东西 看我们一幕 如果你今天是穿着 牛仔夹克的乃细 And you worry about money 如果你的衣服 可能牛仔有破个洞啊 或什么 或者是报实验室车 或是任何一个人 如果你今天有任何一个需要 或想回忆今天的讲题的话 都可以来到台阶 我们都要在那边问你祷告 今天我们第二堂的讲道 是不一样的一个讲题 如果你今天还想要再听另外一个讲道 下午这一堂就有全英文的 不管你想要听另外一个讲话 可以在下午可以回到我们当中 据我所知是不一样的一个讲题 所以可以 我欢迎你们下午 还是可以去吃个饭 一点钟回到我们当中 继续来我们的崇拜 真的是非常好 我们再来一次的 谢谢Steve Dickson Pastor Steve今天在我们当中 所做的分享 谢谢 God bless you guys 来到台阶 我们要为你祷告 Have a wonderful week We'll see you next time 下个礼拜天 是我们农历过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所以下个礼拜 请大家一起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要继续来宣讲建造 All right God bless you guys God bless you We'll see you next ti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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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